君归九 不要想报复 股市中许多人之所以最终赔的金光 主要是想快速致富惹的祸 既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那就优着点 慢慢变富呗 比如 确定投资股市的底线是实现三个跑赢 投资的心态便会更加轻松 芒格说 假设在你面前有一个非常棒的投资机会 在可见的未来 肯定能获得12%的年负和收益率 但是要求你从此不再接受别的赚钱更快的机会 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的 但总有人赚钱比你快 跑得比你快 或者别的比你快 从理性的角度思考 一旦你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赚钱方式 还非要在意别人赚钱比你快 这在我看来就是疯了 他说 连续40年中每年回报率20%的投资 只存在于梦想之国 是的 从超长期讲 在我们自己的整个投资生命周期内 投资收益如果能够保持年负和增长率12% 那就相当令人满意了 除此之外 我们如果还非要想去赚快钱 说不定就真要疯掉 均归时 不要盲目相信权威 股票市场向来是容易出大神的地方 行情越好 大神似乎就越多 而且他们说的还很准确 牛市上涨行情中菜上涨自然准确率高 于是各种大神满天飞 这些大神还特别会 忽悠不明真相的新投资群众 在不折腾的篇文章中 我已经披露了 在2001年牛尾巴阶段 我投进去的钱天天贬值 在绝望中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因为当时有一个机构天天喊牛市会继续 而且文章写得热情洋溢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但是 行情的演绎并不是以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大熊市仍然如期而至 结果怎一个愁字了得 后来那个机构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教训 股市投资是没有金刚钻 就不要懒刺其活 要想赚钱 还得依靠自己研究 且不可听信什么权威的 现在一些财经网络平台上 各种新媒体 自媒体上 确实有不少很见功利的投资者 他们对一些投资标的的分析很值得参考 尽管如此 我们也必须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 再做出投资决策 而且我们向这些网络大V学习 重点是学习到 学习如何获取鱼 否则 仅看一些大V的推荐而盲目买入 或者跟随这些大V去抄作业 哪怕是意识赚了钱 也难免将来落个赔钱的结局 巴菲特在谈自己将来的接班人士说 他们应该具有独立思考 与内心平静的品质与特点 可见独立思考对于投资者来讲 是何等的重要 我个人的体会就是 你要想在这个十分残酷的竞争市场上生存下去 真正能够靠得住的 是自己的不断学习与独立实践 股市投资是孤独者的智慧游戏 股市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没有什么权威与大神 最靠得住的是我们自己 哪怕是巴菲特告诉你明天买什么股票 你也不要忙心 而要自己去思考 第五章 投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的过程 修养包括思想的修养 知识的修养 心灵的修养等 本章收录了我过去发表的关于 这方面的一些文章 均发表在新浪博客与雪球上 希望对读者朋友们有所启发 做快乐的业余投资者 我们能有幸与优秀的企业一起 共同开创一段创造财富的旅程 我常常想股票真可谓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 虽然它从一出生就带着血腥带着风险 但它也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杠杆与平台 如果没有股票和股市 我们人类创造财富的步子或许要慢得多 而对于我们业余投资者来讲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让我们与那些成功的企业成为合伙人 共同开创一段创造财富的旅程 不是吗 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明白着 如果云南白药不上市 我们怎么可能成为这个有国家保密配方的 上科胜药的股东呢 如果同仁堂不上市 我们又怎么可能有机会成为这个百年老店 中华老字号的合伙人呢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股市最大的便利 就是可以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而且有时我们只需坐在家里 敲一敲键盘就可以轻松搞定 我是60后 受学而优则式的思想驱动 大学毕业之后 最理想的工作自然是禁机关 谋归一关半职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 总还有对财富追求的一种冲动 13年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自己误打误撞的进了股市 经过不断学习思考 终于明白 股市原来可以是我们追求财富的一个通道 而且是在不辞职 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让自己有一段不错的财富履历 虽然今天自己还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财务自由 但是现在看到账户里一天的波动 就大于自己一年的固定收入之时 常常有一种对股市感恩的心理 如果没有股市 像自己一样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的人 此生怎么会有机会对财务自由进行追求 而这一切均是那些优秀上市公司所给予的 当然 这样说或许有些轻松 天真了 因为股市的钱并不那么好赚 大量的调查材料证明 大多数股民在股市中是不赚钱的 西亏二平一赚之说一次次得到验证 面对着冷冰冰的数据 股市对于业余投资者来讲 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其实这个现象不独我们国家有 就是在股市相对成熟的美国也不例外 巴菲特在2004年至股东的信中说 过去35年 美国企业创造出优异的成绩 按理说投资者也应该跟着获得丰厚的回报 只要大家以分散且低成本的方式搭顺风车即可 事实上靠买入指数基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但实际上多数投资者的绩效却惨不忍睹 中外的股市为什么会有同样有意思的现象呢 这应该由专家研究 但是在我看来 其根本原因在于那种追涨杀跌的交易心理 我私下与朋友交流投资体会 总是听到不少人说 如果我当初拿着某只股票不卖 到今天会怎么样了 为什么投资者总会产生这样的遗憾呢 其实他们在起点就错了 就输了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有真的想与优秀企业一起 成为其合伙人 总是听到不少人真正有词地说 我怎么知道他们会上涨呢 大番牛股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这初听起来确实有道理 因为投资 一家公司确实需要敏锐的商业判断能力 虽然我们寻找到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不容易 但是经过努力它并不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不是吗 比如我们拿着一把快刀 在股市之中专门寻找那些消费独占 消费垄断 具有定价权 量价其升 或价量半升 的企业 然后再加以具体分析 就不难找到优秀企业投资 或者我们关注生活中 可触及的知名消费 大品牌 因为我们首先是消费者 用一把快刀将多数的企业过滤掉 留下的之中或许就有超级明星企业 国内知名的投资人林源先生说 他就投资与嘴巴有关的企业 在我看来 有这样一把快刀 就不难找到中国股市中那些赚钱的优秀企业 更何况 我们是业余投资者 只要我们找到两三家这样的优秀企业 并等合适的价位钻进去就可以了 这确实不是无法企及的事情 事实上 我与做投资的朋友交流 他们大多数是能够找到几家优秀企业的 而且还有朋友 对中国上市公司中的一些优秀企业 说的头头是道 然而他们的问题主要是出在拿不住上 当然 说到为何拿不住的问题 我又可以写出一篇长文章进行讨论 但作为一般投资者 寻找到几家优秀企业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股市投资可以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 丰富我们的学识 以我为例 自从热爱股市投资以来 虽然不能用废寝忘食来形容 但是业余能够利用的时间 自己都充分利用起来了 当别人忙于各种应酬或者娱乐之时 自己常常沉醉于各种相关知识的学习之中 而且这种学习可以说更带电 效果更佳 这种长时间的带电学习 对我们的工作有前一幕化的作用 如果你是领导 你对国家政策的学习和经济发展形式的掌握 一定会对你的决策有帮助 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 那些优秀企业家的管理经验 无疑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即便你是其他职位 你的所思所学 也会让你在职场上有一种如虎天翼的感觉 我自己的体会是 业余时间的谈资甚至也丰富起来 比如 我私下里与朋友小巨石 朋友常常因为我博学而不免夸上两句 每到此时 我都会突然有种成就感 股市投资可以大大提升自己对人生哲学的认知 进而提高我们的人生修养 在生活中 我们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其实股市也如此 虽然我们在股市最直接的目的是赚钱 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投资快乐的基础与源泉 但是才不入集门 那种一夜暴富 那种短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想法 其实最诱人 也最害人 最稳妥 最安全的办法 还是依靠优秀企业的不断成长 实现自己的富力增长 更何况 业余投资者本身就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 所以更没有必要追求报复 我们知道 人没有钱是不行的 但是钱再多也只是数字 特别是当你居有房 行有车 生活有着落时 你如果是业余投资者 就更没有必要天天在股市中拼杀 否则损坏了身体 劳了精神 赚钱再多又有什么意义 在生活中 我们知道日中则宜 月满则亏复夕或所福 或西服所以的道理 其实 古诗又何尝不演绎这些 物极必反的悲喜剧呢 我们看到 当牛市疯狂之时 人人福气冲天 然而霍根恰恰就种下了 当雄市极端悲观之时 人人会起沾身 然而这恰恰是幸运的种子 需要播种之时 那些善于抓住这种大机遇的人 甚至一战成名 并因此为自己积累下一生 都花不完的财富 在生活中 我们也知道大智若愚的道理 知道不债而去人之兵 乃兵家之上策 股市其实也常常这样耐人寻味 我们看到 有的投资者乐乐呵呵 悠闲自在 真的像跳着舞去上班一样 表面看他们好像很愚笨 寻机播种之后便不管不问 然而 若干年之后 却是收获多多 快乐多多 相反 有的投资者恨不能天天博取短差 最好是时时刻刻盯着股市大盘 有时为了一两元钱的 迎头小利而苦思冥想 碾断胡须 多年下来 结果却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甚至是倾家荡产 在生活中 我们知道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知道知彼知己 才能百战不殆 我们业余投资者应该明白 在股市投资中自己的优势与劣势 并知道自己的能力圈 进而采取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 如此胜算的概率才会加大 否则 自己不顾实际能力而乱打乱撞 结果可想而知 股市如人生 人生如股市 不管是生活 还是股市投资 我们如果将这些哲学命题 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参透雾透 人生或股市投资 如何达不到另一种新的境界呢 当然 股市投资至于我们的快乐 还不限于以上种种 比如 我们还可以享受平静之乐 自由之乐 不求人之乐 公平之乐的 也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悟与解读 晚清学者王国为曾在人间词画里提出做学问 做事的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雕壁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界 一代见宽中不悔 为一宵的人憔悴 此第二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界 做学问 做事如此 股市投资和常不是呢 或许 太多的业余投资者仍然处在独上 高楼 消得人憔悴的时候 在此 我以我的投资作用名 物股市知道 想投资之乐 与心有灵犀的朋友们共勉 投资可以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风雨兼程 4月27日晚 格力电器公布了2014年年报 最让股东感动的 不是他那份依然亮丽的财务报表 而是令人大感意外的优厚分红 时转时派30元 寒税 作为持有6年有余的小股东 自己赶紧拿出计算器计算 首批持有成本8元左右 钱付全 后来进一步买入成本17元多 按18元计算 股息率16.67% 这个股息率是什么概念 依照这个股息率 自己在持有5年就全部收回成本了 你说 如果卖出这样优秀企业的股票 我是不是一个大大的傻瓜 巴菲特曾经有言 希望持股市永远 如果让他卖出一家优秀企业的股票 就像芝加哥公牛队卖出麦克尔乔丹 Michael Jordan 一样愚蠢 今天 自己对于他这句话 可以说理解的更为深刻了 原来 投资可以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风雨兼程 在今天的中国股市 依然流行这样的说法 七赔二平一赚 言下之意 股市投资本身就是博傻游戏 我们赚来的钱 也是建立在别人赔钱的基础之上的 确实 如果我们将中国股市上的所有企业 算作一家大企业的话 看着每天的高换手率 如果考虑到其中的摩擦成本 那它确实是一个零和游戏 甚至是一个复合游戏 不是自己矫情 我常常这样想 如果将自己家的大部分金融资产 投入一个博傻游戏 复合游戏之中 且不说赔钱 就是赚了钱 这与参与赌博又有什么区别呢 更不要说自己还要在这个市场游戏之中 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 幸运的是 自己从一些投资大师的理论中 从持有格力电器这样优秀企业的 亲身实践中 体会到了一种别样的路 投资可以是这样的 与优秀的企业风雨兼程 投资要与优秀的成功企业并肩一起 曾经影响20世纪90年代 这代年轻人的诗人汪国珍 在《骑士座热爱生命》中写道 我不去想是否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不知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他的这首诗 但是 波鬼云觉得股诗远远谈不上浪漫与诗意 因为我们要的是成功 而要想成功 重要的是要选择成功的优秀企业 与成功的优秀企业风雨兼程 我之前说过 在中国A股市场 如果研究透了两家企业 投资就应该修炼到家了 哪两家呢 一家是贵州茅台 它是幸运且能干的企业 一家是格力电器 它是因能干而幸运的企业 如果说贵州茅台这样的企业 因为幸运 好识别的话 格力电器这样的成功企业识别起来 就需要慧眼了 而慧眼就是用在其相对胜出之时 因为就投资来讲 最重要的还是确定性 而在行业内已相对胜出 特别是奠定领军地位的企业 其强者横强的可能性 要远远大于那些小和财路 尖尖较的企业 这个道理非常浅显 就像我们无法从现在的孩子中挑选出水 未来将是打网球的李娜 打篮球的姚明 其实 从2006年以后 格力电器便以其强大的品牌美誉度 好空调 格力造 加规模优势 加成本优势 同行业内最高的净利率 加全产业链优势 占用上下游资金 等同于无息贷款 加独创的销售模式 经销商共同持股 加技术创新优势 研发不设上限 加特有的企业文化 忠诚 节俭 加优秀的管理层开始傲视群雄 甚至成为中国制造业在全世界崛起的 为数不多的代表企业之一 事实证明 在格力相对胜出之后 我们在任何一年投资都是对的 哪怕是在2007年的高点不小心买入 只要多付出一点点耐心 回报也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还是在7年的熊市之中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盈利模式呢 显然是所有投资者与优秀企业共赢的模式 股市上七倍二平一转的魔咒 终于被优秀的成功企业化解了 这种盈利模式 不仅道德 而且共赢 无论别的投资者如何 自己都是心向往之 与成功企业一起考验的始终成 近年来 我们看到 许多机构始终进出于格力电器的流通股股东之列 更有无数投资者跑来跑去 真正从投资到尾的投资者又有多少呢 我也仅仅持有六年有余 所以 对那些这么多年来 始终不离不弃的忠诚的格力小股东 据说国内有一小批 充满敬佩之情 当然 我所说的忠诚 并不是不管不顾的于忠于盲目持有 比如 价值投资者卖出所持企业股票之时 一般有三个条件 基本面发生根本性变化 股价太疯狂 发现了更好的标的 然而 为了严格约束自己的这种忠诚 最好的办法是去掉第三点 即发现了更好的标的 因为有时它常常成为自己换来换去的借口 弄不好反倒真的拔掉鲜花 浇灌杂草了 至于基本面发生根本性变化 投资者更需要进行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 比如 格力电器这些年来 始终遭受市场的广泛质疑 就是企业发展的天花板问题 然而在这种质疑声 格力却是连续多年的超越期望 格力电器2007到2014年的收入 与净利增长情况 见表5.1 表5.1 格力电器2007到2014年的收入 与净利增长情况 事实胜于雄变 这是一组多么漂亮的增长数据 看了这组数据之后 格力哪里像触及天花板的企业 真正的投资者并不希望上涨太快 在牛市火爆行情之中 格力的上涨幅度应该说是较慢的 其实盈率估值 一度排在2600多只股票的最后几名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它的投资者 或多或少会有些煎熬 然而在我看来 真正优秀的企业并不需要上涨太快 因为它始终保持这种低估值状态 好处至少有二 一是我们如果有现金流 就可以持续买入 二是分红之后可以进行再投资 这本身就是一种富力 如果它上涨太快太疯 倒真让人煎熬 犹豫是否要卖出 就自己而言 之所以坚持持有六年多不动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它的低估值 即自己找不到卖出的理由 巴菲特认为 自己的波克希尔公司的股价 不要偏离 内在价值太多 也不要偏离太少 自己以前对此还大惑不解 现在当然是懂了 行文到此 我们还是要重温投资大师们的大道 格雷厄姆指出 一个投资者最大的敌人不是股市 而是自己 他们或许在数学 金融 会计等方面能力超群 但是如果不能掌控情绪 他们将无法从投资中获利 作为他最优秀的学生 巴菲特解释道 格雷厄姆的方法有三个重要原则 首先是将股票视为企业 这将给你一个完全不同于股市大多数人的视角 其次是安全边际 这将赋予你竞争优势 最后是对待股市要有投资者的态度 如果你具有这种态度 你就能战胜股市中99%的人 他可以赋予你巨大的优势 格雷厄姆说 真正的投资者几乎从不被迫出售其股票 也不会天天关心股票行情 投资的道理并不复杂 明白了其中的大道 我们为什么还非要念念不忘那些小道道呢 自己持有格力电器这样优秀的企业 还天天研究那些讲天花乱坠 故事的企业干什么呢 牛市状态下更需要拒绝诱惑 如果熊市状态下 我们需要承受煎熬 那么牛市状态下就需要拒绝诱惑 那么有哪些诱惑需要拒绝呢 远离腰股 牛市火爆行情之下 股市常常会出现短期上涨幅度巨大的腰股 如暴风科技 自上市起已经连续29个涨停板 股价从10多元上涨至100多元 当然 其业绩将来是否支撑得住这个股价 姑且不论 至少现在看不懂 先暂将之名为腰股 全通教育 一年多的时间 也已从30多元上涨10倍之多 现在来看 其涨势也为有停的样子 我们打开K线图 这两年类似的腰股 应该说并不是小众 当然 如果你是一个交易高手 只要在牛市状态下摆住一只 并且重仓 那么不用太多资金 仅仅100万元 一年多上涨10倍 就是1000万元的资产 然而对于我来讲 它们并不是我的菜 比如 我对全通教育研究来研究去 也搞不明白 市场 为什么给予 它1000多倍的动态是盈率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即互联网时代颠覆了传统的估值法 一鸟在手 胜过两鸟在林 早已是老掉牙的故事 那林中的鸟的价值 早已胜过你手中鸟的价值 还有一例为证 美国的亚马逊现在还没有赚钱 而市场却给予它400多倍的是盈率 那可是在比较成熟的美国市场啊 或许他们说的并没有错 不过 全通教育是不是将来的亚马逊 会不会变成将来的阿里巴巴 腾讯 我反复研究 也弄不明白 巴菲特说过 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能力圈里 所以 别说他们上涨十倍 就是千倍 万倍 和我有关系吗 进一步而言 我就算幸运地买入了这样的妖股 但还是要问自己 我会重仓吗 就是重仓了 我会从它30多元上涨至100元 再到300多元都不卖出吗 我想是不会的 别看市场上现在股神众多 各种股神理论粉末登场 熊市之中真不知这些人哪去了 但是真正从头到尾能够赚到全部利润的投资者 又有多少呢 我想应该不超过1% 所以我可以在贵州茅台这样的股票跌便宜时下手 可以坚定的相伴隔离电器这样的优秀企业六七年 甚至傻傻地持有四年不涨的东俄厄交这样的品种 但是你要我持有那些妖股100天 我都会吓得睡不着觉 老实说 在牛市行情中 有时要想躲避这些妖股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想 谁跟钱有仇呢 谁不想立马像中了彩票一般中一只大牛股呢 然而 一个更重要的道理是 在非理性的狂潮怒海中 真正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的 只有少数理性投资者 中外股市皆是 切记 切记 当然 说说容易 在牛市行情中 投资者若想保持理性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如果实在架不住妖股的诱惑 要如何呢 那就学一学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 为了不被那个海妖塞人美丽的歌声诱惑 干脆让人将自己拴在围杆上 这个方法估计管用 不追逐热点 股市行情一好 市场上常常就噪声不断 一些言论也甚消沉上 比如 股市中流行的理论主题投资 名字很好听 然而说穿了 其实是追逐主流热点板块炒作 不能否认 股市的涨跌还常有一种运行规律 即一个时期有一个题材概念的主流热点板块 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 成为行情不断上涨的主题 其实这一点 我们只要稍注意国家新闻 对自贸区概念 一带一路概念 互联网家概念 经经济一体化概念等有认识 便能理解 比如 2014年我就将一带一路概念的中国南车 中国北车 中国铁剑等放在自旋谷里 要是在以前 如上一轮牛市 自己没有转型之前 我早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了 而现在自己只会静静观赏 为什么自己放着好赚的钱不去赚呢 考量有四 一是自己真懂吗 二是他们符合自己长期持有的理念吗 三是他们便宜 一般主题投资显露出来 多数情况下就不便宜了 妈 四是我敢重仓吗 若此次者无一岁 自己则只是观赏并不买入 从熊市走过来的投资者明白 牛熊市之下的投资策略可以有所不同 极可以试图加大一些交易品种的进攻性配置 比如被低估的大金融品种 但是这种策略的不同 其实仅仅是数的不同 投资的倒是不能违背的 在牛市状态下 更考验的是 投资者是否依然秉持自己的投资制度 说直白一点 这时更容易撕下一些号称自己 是价值投资者的漂亮外衣 做成功的交易者是很好 但完全没有必要装扮自己 吉牛市是真正投资者的试金石 如果自己心甘情愿做优秀企业的投资者 那么很显然 有些钱并不是自己可以赚的 那么不赚这些钱 我们怎么办呢 坚持自己一贯的策略 任而东西南北风 咬住心仪的优质 被低估品种不放松 其中几少品种可穿越牛熊 我们可以与其风雨兼称 有的可能要等牛市疯狂时 我们在潇洒的与之挥手告别 当然 我们不会如诗人般那么浪漫的 不带走一片云彩 而是要带走沉甸甸的金银 当然 股市中相当多的人最后的结局不会这么潇洒 我在此重申 牛市状态下市场会逐步填满固执挖地 只不过是先涨后涨 涨多涨少的问题 所以最好的策略还是自己先确定的 装税 当然 总有投资者自己的品种不涨 而其他品种疯涨 这种煎熬怎一个愁自了得 其实 不独是我 有过牛熊市转换经验的投资者 都明白这个道理 你如果仍然不明白 跑来跑去地追逐热点 到头来很可能落得一场空 甚至最后浪费了这样一个好的牛市 你如果确实缺少耐性 非要跑 也应该跑向球要去的地方 即固执挖地 去耐心等着风口的到来 不与人攀比 俗话说 人比人 气死人 这话用到股市上 就是股比股 气死人 然而 投资是私人的事 只要自己对自己的收益满意 何必非要与他人进行比较呢 当今新媒体流行 一些网上大神将自己短期的投资业绩晒出来 以显自己的投资之能 对于这些大神 我或许羡慕 然而若说攀比 说实话 还真没有 你赚你的钱 与我有关系吗 我认为 与其羡慕这些大神 远不如退而结往 自己去用心练就自己的投资之功 这才是最要紧的 牛市行情下 市场上常常是新手乱拳打死老师傅 有一国内著名投资人发了一个帖子 大意识七年坚守 等待花开 并将自己最近几年的收益率一一列出 2015年至今的收益率超38% 有人却点评这个成绩不值的一晒 在我看来 确实是漂亮的成绩单 年复合增长率超24% 言下之意 对这个连大盘都没有跑赢的收益根本看不上 股市就是这么有意思 新人长效救人 然而 这些新人不等股市 最后会证明一个最基本的是俗逻辑 讲还是老的啦 我很庆幸 股市投资是适合救人的游戏 所以 我们才看到84岁的巴菲特 与他90岁的小伙伴 芒格先生在股东大会上依然谈笑风生 总之 如果你是个人投资者 最妙的办法是不与人攀比 如果非要比的话 一是与无风险利率相比 如果自己的长期收益连无风险利率都跑不赢 那最好还是别在股市呆了 二是与大盘相比 但是这个比较至少要跨越一个牛熊周期 因为牛市状态下 收益想跑赢互深300指数 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牛市中 一个很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买入指数基金 如ETF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要与他人相比的呢 不用杠杆 曾有投资者私信我 问是否需要用杠杆融资 说实话 我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投资至今 我从来没有用过 也没有开过信用账户 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说接触 也紧紧在书上 即自己常常看到一些投资大师告诫 不要用杠杆 比如巴菲特就说过这样的话 毋庸置疑 一些人确实通过借钱发了大财 不过 这同时也是一条迅速走向贫困的道路 当杠杆手段帮忙时 你的收入会扩大 你的配偶觉得这是因为你聪明 你的邻居会羡慕 可是杠杆手段是会上瘾的 一旦从其魔力当中得到了好处 很少人能够适时退出 转向保守的做法 如果你是个人投资者 或者有固定收入 那最好的办法是不用杠杆 一方面 平时的收入也能够满足基本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 用剩余现金慢慢进行投资 或订投 这样利用滚雪球的方法 我们将来就是实现不了财务自由 也会有一个不错的财富履历 更为重要的是 不用杠杆 养好的心态更容易保持 比如 面对连续几天的大跌 我就仍然心态淡然 夜夜安枕 而投资能做到夜夜安枕 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 持仓体检 暴风雨下的笃定与坚守 进入2015年后 中国A股市场可谓一路绝尘 几乎没有像样的调整 一下子就攀升到了 5178.19点 然而自6月19日以来 又一路断崖式下滑 哪怕各种旧市 利好措施连续出台 市场也毫不领情 据统计 截至7月3日 全市场各主要指数平均跌幅 31.9% 其中上证指数跌28.8% 180金融跌幅最小 下跌25% 创业版指数跌幅最大 下跌39% 其他指数跌幅都差不多 均在30%上下 这次调整 几乎所有指数 都回吐了牛市以来 全部涨幅的50% 至于个股 更是惨不忍睹 回撤幅度要大于指数 今年被称为股灾 名副其实 据说 这是中国有A股市场以来 18年才发生了一次最大的股灾 在市场攀升到5000点之际 我意识到一场中期调整 应该为时不远 然而 出现如此罕见股灾 却大大超出了包括我在内的 所有市场人士的意料 这再一次证明 短期市场行情的不可预测性 关于此次股灾形成的原因 对策 自有专业与非专业人士的解读 争论 作为个人投资者 应该屏蔽这些议论 省得弄得自己无所适从 关键要对自己的持仓品质进行体检 并进而采取自己的应对策略 此次股灾再一次证明 投资者总是会面临一些变量 不仅我不能预判 市场上大部分人也多难预判 如这轮牛是被称为杠杆牛 其中的种种变量是市场人士难以说清的 未来的市场如何走 经过一段时间大幅度调整 市场重新步入牛途 还是牛头被生生折断 重新步入漫漫熊市 有言论说重回2000点 那 说实话 从超长期来看 我判断是前者 但是目前应该做最坏的打算 与其预测风雨 不如打造挪亚方舟 中外股市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 无论多么大的风浪中将过去 当下不过是前进中的一朵大鞋的浪花 在时间的长河中 唯有那些真正优秀的企业 即使面临沧海横流 也会显出王者风范 给他坚定了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如果持有的是优秀品种 在恶劣形势下 我们更应该坚定投资信念 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据我观察 目前的下跌是由恐慌主导的 所以现在的市场形势是 不论企业基本面如何 不论估值高低 都是一种兵败如山倒的颓势 在这种情况下的抛盘 多少年后常会被证明是蠢不可及的 所以即使是撤退 我们也应当在自己的理性之下做出应对 股灾期间本人的持仓组合见表5.2 表5.2 股灾期间本人的持仓组合 有关表5.2 我有以下思考 1.考虑到股息率 按自己的较低持有成本 贵州茅台与格力电器已成非卖品 2.东厄厄交 估值以压制历史低位 2014年年底是盈率17倍 考虑到2015年 第一季度收入有50%以上的增长 业绩向上的拐点有望到来 不仅不能恐慌卖出 有钱还要进一步加大仓位 3.康美药业 大股东等的增持 16.27元 让小股东无疑吃了定心丸 经过一段时间的估值沙 其估值水平已在合理去间 康美药业具有成为伟大公司的前置 正在做大的线上先下布局 将来1.000亿元市值或许仅是起飞的基点 2018年康美药业股价 爆雷成为市场上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 事后来看 这也是我误判的一个案例 但是股价爆雷是否代表 王子一时遇难 要给长期投资者提供便宜的买入机会呢 这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4.从历史市盈利来看 云南白药 天势力接近于2008年大雄市的估值 考虑到未来中国股市估值的下移 以及它们市值不断增大 这种估值说不上高估 处于合理天下的区间 5.同仁堂已处于泡沫之中 所以约39%的下跌虽然短期过大 但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品牌价值 它是中国上市公司之中 较少能够持续这么久的金字品牌 所以市场一直给予它一定的估值溢价 将其命名为横市高估 如它自2004年至2015年 平均是盈率39.67倍 由于自己的持有成本相对较低 并且一直将它荡成养老股 古董般的收藏股 一时的涨跌由它去 6.其实我在心里并没有最坏的打算 因为个人力量虽然渺小 但是天塌下来自有个子高的人顶着 股市的运行自有其规律 当然 政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毕竟中国股市有很强的政策是痕迹 但是 我坚信 就是到最坏时刻 依据我们国家体制上的优势 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 再大的难关也能度过 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就是真实案例 现在的行情有点类似非典疫情 恐慌情绪甚至比疫情本身更可怕 但是我坚信它终将过去 压力测试之后的反思与感悟 股市就是这样无常 前天还是电闪雷鸣黑云压城城欲催 经过近两日的接连涨停潮 又是雨过天晴 春暖花开的景象 此次股灾 可以说是对投资者最好的一次压力测试 同时也是一场最好的风险教育 其中的收获是读多少经典也难以学到的 我对自己在此次股灾中的表现 总体上算满意 因为除了女儿账户做了小幅度减仓 调仓外 我的主账户一股未做减持 这场股灾 可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逻辑 现在来看 用人祸来形容更为恰当 因此 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 投资者做出减仓甚至清仓的举动 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需要说明的是 自己并不是股神 没有在5000点时清仓的自明得意之举 更没有在前天最危险时刻抄底的神来之笔 因为在自己的原有策略之中 始终坚定牛市的卖出只有一次 而且资金一旦离场 就至少做好一两年之内不再回到市场的准备 所以 虽然我预料到5000点以后的市场注定不平静 而且一场中期调整必将来临 自己深知做好了将部分持有组合 深度调整30%左右的思想准备 但是却万万没有料到后来的一场突如其来的股灾 这再次证明股票市场短期的桀骜不逊 时事求是的讲 投资者在这种暴风雨中能够始终保持从容淡定 并不容易 因为作为个人投资者 大部分家庭金融资产全在里面 而且眼看着牛市成果回撤很多 甚至多年的奋斗成果都有可能瞬间消失 而克服压力与恐惧 是需要坚定的投资信念与强大的意志力的 而且这种压力有时还来自家人的不解与质疑 幸运的是 自己较为成功地经受住了这近20年 才出现一回的较大压力测试 股灾是坏事 但是坏事可以变好事 投资者在一生之中遇到这种罕见的股灾 就是亏钱也值得 因为正是在这种股灾之中 投资者的投资世界观才会得到锤炼 投资体系才会进一步得到完善 而唯有投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断成熟与完善 我们今后才能在股市的惊涛骇浪中生存下来 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这两天不是庆幸自己大难不死 反而更应该回过头来 认真总结自己 反思自己 看自己在这种股灾中的表现以及收获了什么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经过此次股灾更不相信价值投资 长期投资了 其实恰恰相反 如果说自己以前还对价值投资的思想有所怀疑的话 经过此次大难更加坚定了对价值投资 长期投资的信仰 因为唯有这种投资思想渗透进自己的思想 化作自己切切实实的行动 才能确保自己在中国如此桀骜不逊的市场上 保持自己特有的淡定与从容 未来怎么办 此次监管部门及时出手 一场突如其来的股灾应该算是过去了 然而 中国股市的灾后重建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经过此次股灾 中国股市的体质缺陷 监管层应该看得更清楚了 当然真正改革起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作为个人投资者 唯有做好自己 单纯的就估值来讲 当下的中国股市 其实结构化泡沫与结构性机会并存 两天的上涨行情后下一步必然产生分化 因此在具体的操作上 这也是进行调仓换股 或者进一步挖掘投资机会的私家时期 未来的牛市是不是不存在 这实际是一个十分富有挑战的课题 我判断股市恰如一场暴风雨过后的大树 虽被生生折断 但是根基尚存 也不难长成参天大树 更何况股市向来是也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 一场灾难过后 很多人尝试好了伤疤忘了疼 所以投机的仍然会投机 炒作的仍然会炒作 做庄的依然会做庄 一切还将是固态赴盟 至于我还是那句话 与其预测风雨 不如打造挪亚方舟 与其预测牛熊 不如对优秀的 被低估的企业坚定的长期持有 投资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还是要放在优秀的 被低估的企业身上 切不可寄托于牛市大潮的 所有上涨之上 这虽然是以前自己总结的 自认为经典的名言 但是经过此次股灾 对他的理解与体会更深刻了 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 在股市投资时间长的人 特别是经过一轮牛熊市转换的人 大多会由一个强者变成一个弱者 这样更容易长久的生存下去 这是因为 在市场面前我们是弱者 市场犹如大海 看似风平浪静 却常常波涛汹涌 还有令人惊魂未定的股灾 即使你有数百万元 数千万元 数亿元的资金 你依然是一个小小的弱者 这恰如我们走进大都市的人群洪流之中 自己甚至可以被忽略不计 在上市公司面前我们是弱者 上市公司无论大小 优劣 都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作为企业的局外人 实际上往往对企业内部的运作了解很少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调研 研读财务报表 对企业长期跟踪 了解一二 但是若说了解的多透彻 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我们看到有些投资者 对企业经营层面常常指手画脚 恨不能越阻带袍 其实是很可笑的 你怎么可以在董明珠面前 讲如何生产空调 在秦玉峰面前谈如何傲娇呢 这些年我研究了数百家上市公司的情况 但越研究越感觉自己懂得很少 更不敢轻易发表 关于上市公司的研究与分析报告 即使偶尔写两篇 也多是长期观察深思熟虑的结果 并且只是简单论述其投资逻辑 找到其特有的商业模式 少有长篇大论 更不要说什么数据模型 当然 我这样说并不是我们弱得不能投资了 其实恰恰相反 如果说企业经营人是在实体经济的战场 真刀实枪的干 我们作为投资者 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进行资产配置 记住 我们只是找到自己认可的商业模式 进行资产配置 至于经营层面的东西 还是交由实业家们费心打理吧 一 我们是弱者 所以一定要善于与成功者结为团队 在生活中 我们都知道 要想成功就要善于与成功者结伴 投资的世界也能够运用这种道理 巴菲特刀破了商业的天机 时间是好企业的朋友 是烂企业的敌人 宁可用合理的价格购买超级明星企业 也不要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平庸的企业 其实 不用巴菲特说 自己也有切身体会 长期讲 优秀企业也常常容易给它的投资者带来惊喜 相反 貌似便宜的企业常常让我们掉入陷阱 所以 作为弱者 我总是反复强调 要优先找到这些成功的企业 然后择鸡棒虎吃食 跟着他们混口肉吃 或许 这就是我们弱者在股市世界生存的成功之道 二 我们是弱者 所以一定要善于给自己找保护点 在实际生活中 一些英年早逝的人 身体本来很健康 甚至可以说强壮 然而却过早地透支 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而一些常年体弱者 由于身体状况不佳 稍有点头疼脑热就会吃药打针 他们反倒长寿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保护自己 投资的世界或许是强者的世界 然而也充满着价值的陷阱 作为弱者 要善于寻找向下的支撑 即给自己找到保护点 而这个保护点 就是投资大师们念念不忘的安全编辑 我与一些投资者交流 有人说 在中国A股市场做价值投资往往效果不好 为什么 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好的企业 大家都知道 言下之意 就是投资者难以找到好的价格 或者说好的安全编辑 然而 我并不认同 在投资的世界里 大家都知道邓普顿 在他幼年时 他的父亲常常在拍卖会上获得便宜的农场 为什么他父亲能够获得便宜货 原来他父亲总是等到拍卖会上 他是唯一进拍者时 才爆出价格 也就是说 他总能够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超低价格购买产品 自然会获得丰厚的收入 一座农场仅仅因为没有其他人出价 就能以不可思议的低价买下 这给幼小的邓普顿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影响了他一生 他也成了低价猎手 邓普顿通过数十年的资本管理发现 这种异常情况在股票市场上不断重复上演 进一步讲 股票市场上这种反常情况 往往是当股价下跌 或者股票低价出售时 很少有买家购买 当股价攀高 买家就会纷纷跟风买进 中国股票市场是不是也常有这种异常情况 远的不说 这次股灾来临时 是不是平时不容易购买到的优秀企业的股票 却有太多人非要低价卖给你 三 我们是弱者 所以 要善于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人年轻时 往往以为自己知道的多 似乎天下没有不懂的东西 然而随着年纪渐长 便会发现 原来自己真正懂的东西并不多 甚至弄明白一两件事情都不是很容易 市场上有些人同时研究几十家 上百家企业 似乎分析了头头是道 我对这种人 哪怕他是带着光环的所谓专业人士 我也常产生怀疑 仅是行业数据 企业数据的罗列是不管用的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且不要说弄懂几十家企业 就是研究明白几家企业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如今互联网发达 我们常见到一些所谓的网络大威言谈举止 俨然一种王者独尊的气派 似乎自己是振臂异护而应者云集的英雄 对这种大威 我也常常有所警觉 因为无论是教科书 还是生活的智慧都告诉我们 这些人要么年轻气盛 要么自负 他们带着这种思维盲点去投资 容易成为刚折一折的例子 历史上的赵阔 马苏等人的悲剧 是不是在古事上常常上演 就是后人敬仰的关于 不也因为自己刚愎自用 而落了伸手一地的下场吗 当然 说这些的目的还是要提醒自己 自己真正懂得的东西并不多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弱者 芒格说 投资这种游戏 就是要比别人更好的对未来做出预测 你怎样才能比别人做出更好的预测呢 一种方法是把你的种种尝试 限制在自己能力许可的领域当中 相反 如果你花费力气想要预测未来的每一件事情 那你尝试去做的事情太多了 将会因为缺乏限制而走向失败 我每次读芒格的话 总是惊叹它超人的智慧 四 我们是弱者 所以更要能熬 我特别喜欢看电视节目动物世界 为什么 因为动物世界与古事世界颇相似 讲究的是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然而 那些弱者动物 常常有保护自己的看家本领 不然 就难免会遭到被吃掉的厄运 所以 作为股市上的弱者 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看家本领 而这个看家本领 有时就离不开一个熬字 一场暴风雨过后 最容易遭到腰斩的是什么 参天大树 相比之下 它们身下的小草却能也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作为个人投资者 业余投资者 其实最应该做的是这种能熬的小草 而不是那种一折的参天大树 我甚至认为 个人投资者 业余投资者在股市里 反倒更具有在恶劣形势下生存的优势 只是我们不能乱用这种优势 如不谨慎地利用杠杆等 此次股灾之后 媒体常披露一些私募基金被平仓的惨痛经历 也有不少对公募基金跌破净直的报道 这更强化了我对个人投资者 反倒更具有在恶性形势下生存优势的看法 芒格这个可爱的外国智慧老头说 优秀的品性比大脑更重要 你必须严格控制那些非理性的情绪 你需要非常镇定 自律 对损失与不幸淡然处置 同样的 也不能被狂喜冲昏头脑 当你具有较好的个性 主要只非常有耐心 拥有了足够的知识之后 势必会进行大规模进攻 然后就会慢慢学会游戏规则 芒格这么一说 看来投资还真是难啊 不过 没有办法 只要想在这个市场长期生存下去 而且还想生存得好 那就只能独自进行这方面的修行 避免掉入以我为中心的思维误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总会接触到这样的人 他们时时处处以我为中心地想问题 办事情 因此就难免与他人发生碰撞 摩擦 甚至交物 这其中的谁是谁非 明眼人往往一看就明白 但是这些人总以自己为原心 以自己的利益或观点为半径化缘 当然 这些人中有的因为碰壁 遇到麻烦 或者受到教育 而去改变 但有的终身不会改变 即将删一改 本性难移 如果说这种时时处处以我为中心的方式 在生活中容易遇到麻烦 那么把这种方式放到股市投资上 尽管意识会顺风顺水 但稍有不慎 是容易出问题的 还会反衬出看问题的不客观 一谈到中国股市 有人立马下断语说 中国股市是一个投机式 根本就没有投资的价值 果真如此吗 显然不是 持这种观点的人毛病出在哪里呢 就是看问题总是以我为中心 以自己固有的主观看法为中心 如果说股市的局外人持这种成见 我们还可以理解 但是 这种成见 恰恰是在股市奋战 多年的老股民的想法 就真令人有些不可思议了 我曾与做投资的朋友交流时谈及茅台 结果这位朋友张扣闭口就说茅台是腐败酒 是的 不能否认 前些年 确实有不少茅台酒被腐败分子喝掉了 然而茅台酒因此与腐败化上等号了吗 茅台酒就该被贴上腐败标签吗 如果真是这样 岂不是太冤枉茅台了 然而 持有这种成见之人并不在少数 当然 现在看来 茅台确实是被他们冤枉了 事实已经证明 茅台向民间消费转型已经成功 在一些小康之家 富与之家 过年过节或者来客 喝两瓶茅台也是寻常不过的事情 真是就是王谢唐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此时此刻 那些将腐败与茅台画上等号的朋友 又有何感想呢 与将茅台当成腐败酒的类似例子 无论是在现实社会 还是在股市投资中都举不胜举 图优又因为发现清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 按道理说这是举国欢庆的事情 然而 在网络上 却引起了一场举中医与黑中医的大战 中国的中医要学博大精深 不仅体现在经验科学 它还与中国的如是道文化密不可分 我们如果完全否定中国的中医要学 实际上 就从某种意义上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稍有中医要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中医倡导的那种全局观 系统观 那种辩证失智思想 动态平衡思想 其实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思维方式 与西医 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科学知识体系 在此 我并不想过多的探讨中西医优劣 因为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讲 我们是研究投资的 那么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中国股市二十多年以来 云南白药 同仁堂 东阿阿胶 片仔黄 天使利 康美药业等一批中医药大牛股 长牛股 给他们的长期投资者 带来了多大的回报 如果自己不加以辨别就黑中医 那么这样措施是不是很可惜 最近读美国人汉弗莱尼尔 汉弗莱尼尔 1967年写的一本书 逆向思考的艺术 The Art of Negative Thinking 让我很震撼 比如 译者在前言中说 为什么大多数投资者是亏损的呢 成和拜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到底采取由内而外 还是由外而内的方法论 他说 物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大多数投资者实质上都是从自我出发的 在自我忙碌着 不能超然地看看自己 看看由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其他人 共同组成的市场 同时 他指出 投资者为了得到利润 首先必须放下我 从我上脱身 转换到一个全新的外部视野 看外部所看 想外部所想 要外部所要 全身心感受 跟从 顺应外部 最终才能获得来自外部的回报 这种由外向内的思维方法 确实令我耳目一新 不能否认 人由于出身不同 受到的教育各异 且又都是主观的人 特别是古事中的人 更多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真正做到主观完全符合客观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我们古人早已经告诉我们要善于 厚得在物 要做到上山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所以是强大的 也就是我们要尽可能 踢出自己 头脑中已经固有的主观有害的东西 进而实时把自己掏空 空杯状态 使自己的认知更契合发展变化的实际 而要做到这一点 没有那种厚得在物 上山若水的开放 包容态度是断然不行的 我常在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人在股市投资多年 长期稳定丰厚的业绩究竟来自哪里 实际上 长期稳定丰厚的业绩 使自己广泛智力活动 阅读与思考 和丰富阅历的副产品 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而实时防止自己掉入那种 以我为中心的思维陷阱 是这种智力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一 投资有时更需要独处 人是社会中的人 即使是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 也会被俗物缠身 况且我们生活在一栋 互联网时代 会被微信朋友圈绑架 实施生活在别人编织的 疏而不漏的天网之中 所以我们若想独处 是很难的 然而我们做投资 确实需要一种独处的能力 而只有独处时 我们才能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 不至于迷失 巴菲特是世界上排的上号的有钱人 然而他却喜欢生活在自己的故乡奥马哈 用他的话说 他住的地方离华尔街太近 会让自己的肾上腺素增多 成长股投资大师 废学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 他一旦进入工作状态 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能进入工作室 活跃的罗杰斯周游世界 类似于今天背起行囊走天下的独行侠 我猜想 这样不仅是他具有一种全球化的投资视野 也能使他保持一种远离喧嚣 而独立思考的习惯 如果说大隐隐于世 那么这些投资大师 均达到了我们古人所推崇的这种境界 人类作为思想反除的智慧型动物 其实若是独处下来 反除一下 是很有意思的 只是我们人类也是懒惰的动物 这种懒惰有失表现为不愿意进行自我反思 美国汉弗莱尼尔 在他所读的逆向思考的艺术艺书中 解释了我们人类的一些特点 如 从原本的意义上来讲 人类就是一种群体性动物 实质上 这种群体性和蜜蜂 蚂蚁 羊 牛 马 的群体性是毫无二致的 人类不能忍受孤独 恐惧孤独 不论是身体上的孤独 还是精神上的孤独 我们隐身思考 我们人类是这样的吗 我想是的 今天已被手机控制的我们 或许一小时不带手机 都会感觉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实际上这也是不能忍受孤独 恐惧孤独的一种 人类对群体声音的敏感度 远远超过其他东西 这就是从众理论 人类受自己所处的暴乱 人群的群体狂热情绪的支配 也受到自己所处的恐慌 人群的惊恐 情绪的支配 经济恐慌也反映了人类的这一特性 人类明显受到领头者的影响 我们隐身思考 故事是不是一大跌 不少投资者 便会不由自主地去看那些 所谓权威人士的文章言论 以期从中寻找到某种心理安慰 或许这也是一些网络大V开收费分享群 仍有不少人自投罗网的原因 人类和群体成员的关系 取决于它是否被承认是该群体的一员 我们隐身思考 我们人类或许只有迷失在群体中 才会有安全感 比如 许多人悲观地谈空仓 有人就跟着空仓 似乎只有空仓才有安全感 同样 见许多人在股市上大赚特赚 由是火爆行情下 自己便产生攀比 极度心理 赶紧入股市 唯恐被赚钱的大多数人丢下 如此种种 作为群体 人类是有着强烈的效仿与传染特征呢 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 在其所著的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一书中 深刻揭示了人类的群体特征 一个人的心理群体 表现出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 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 他的生活方式 职业 性格或智力 不论相同还是不同 成为群体这个事实 便使他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 这使他的感情 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单独一个人时的感情 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 若不是形成一个群体 个人根本不会产生某些念头或感情 有些也不可能变成行动 心理群体是一个由意志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 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 因为形成一种新的存在 与构成生命的细胞一样 会表现出一些特点 且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在这本书中 作者深刻分析了我们人类的群体 无意识特征 当然 作为群体 人类这些特征有些是由于长期进化而形成的 有些也未必是缺点 甚至有益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 然而 具体到股市投资上 这种群体无意识特征多数情况下是有害的 而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有时加剧了这种有害 而且人人似乎难以逃避 在逆向思考的艺术这本书中 作者 给我们提供了摆脱这种群体特征的一个妙法 这个方法很简单 愿意偶尔独处 他说 仅就这一点来看 它已经很有价值了 因为独处时 我们往往能够养成用心思考问题的习惯 而不是把他人的想法当成自己的想法 对于作者提出的这一点 我本人倒是感同身受 因为我自己的一些有价值的投资想法 大多数还真是在独处状态下形成的 当然 这种独处并非不使人间烟火 浪迹于深山老林 寄情于山水 也并非离群所居 其实劫奴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有时很简单 就是独自在屋子里 捧一本书 品一杯相名 放空自我 有时真能活化出自己来 至少在交易时间 我们要关掉电脑 让自己远离盘面 而且离得越远越好 这样 纵有股灾 也不会有小魔鬼 人类群体的种种群争 谈身 自己才能处遍不惊 独处时间长了 我们或许还可能达到老子所说的置须级 守竞赌的境界 更加会悟到 进而达到宁静至远的投资境界 承认一时的业绩落后是一种能力 最近 投资有人施安在雪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比尔鲁安和漂亮五十的故事 该文章让我思考良久 文章介绍 比尔鲁安是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级投资者们的一员 他与巴菲特同是格雷厄姆的弟子 当1969年巴菲特关闭他的合伙人投资公司 曾将自己的一些合伙人介绍给比尔鲁安 比尔鲁安是后来著名的红杉基金 Sequire Capital的掌门人 值得玩味的是 鲁安管理的这个基金的收益 一直都跑出大盘指数 因为大盘指数受到当时漂亮 五十为首的成长股强力支撑 但鲁安根据价值判断 没有买入高估值的成长股 1970到1973年 该基金的业绩连续四年分别跑出标普 500指数 8% 1% 15%和10% 到1974年 红杉基金 已比市场落后了令人择折的36个百分点 这令身为基金管理者的鲁安压力很大 他甚至躲在桌子底下不敢接客户的电话 好在从1974年开始 鲁安的价值股在没有任何征兆下突然发光 连续五年战胜大盘11% 23% 49% 27%和18% 实现大反转 到1984年 鲁安的红杉基金获得15年18.2%的年化收益率 平均每年跑赢指数8.2个百分点 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鲁安笑着说 价值经常迟到 但从未缺席 只是有时缺席的时间有点久罢了 红杉基金后来延续了出色的成绩 1971到1997年 与标准普尔500的平均年 回报率14.5%相比 红杉基金 获得了平均年回报率 19.6%的业绩 不过 这只是美国股市上的故事 作者施安 比风一转 又谈到了我们中国股市的估值剪刀差 比如 创业板 自2012年年末 585点 开始见底上升 一路上攻至2015年年末 2714点 涨幅363% 而护身300 2013年6月才见底 比创业板晚了半年之久 从低点223点至2015年 年末3731点 涨幅84% 相比创业板差距巨大 至2015年12月31日 创业板指数的PE为71倍 护身300的PE则为13倍 至于股市以后会如何 作者似乎进行了说明 也似乎并未完全点名 因为股市未来的是谁知道呢 我想说的是 在这种巨大的估值减刀差下 如果一个投资者这两年没有投资创业板 相比之下 业绩好不到哪里去 实际上 一些价值投资者 因为对后来高达100倍以上 上市盈率的创业板的拒绝 这两年的收益确实并不太好 在这个喧嚣的股市上 显得有些落寞 一些取得数倍 十多倍业绩的投资者 如果他们可以被称为投资者的话 会嘲笑这些价值投资者 认为他们实在不识实误 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 我说实话 嘲笑未免太早 甚至有点幼稚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常常会有这种尴尬时刻 巴菲特在2000年网络泡沫时期 也不例外 因为这代表了他们对巨大泡沫的拒绝 更是一种具有勇气的表现 进一步而言 如果你真的想立志做一个价值投资者 那么敢于一时落后 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这两年投资股票的人知道 中国股市可谓是波澜壮阔 我以前作文说过 这种包括股在1.0 2.0 3.0 4.0在内的波澜壮阔 实则是对投资者一种最好的压力测试 你如果经过了这种压力测试 且不要说你取得了多大的成绩 只要你没有受伤 就说明你的投资系统是完善的 如果你在短期内的业绩是爆发性的 比如取得了数倍 甚至数十倍的投资收益 那么可能你的投资系统是有欠缺的 因为这代表了你是在悬崖边上舞蹈 是在虎口夺食 而你带着这种有欠缺的系统去投资 有一天市场终会将你打败 什么是价值投资呢 我的理解是股市上有些钱是我们赚不了的 因为我们不懂 有些钱是我们不能赚的 因为我们不敢 我们只是在自己明白的基础上 赚自己该赚的钱而已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 我在施安的这篇文章下面做了以下点评 一 价值经常迟到 但从未缺席 不过 中国股市中价值的缺席 或许要以年为时间单位计算 二 如果多看看股市发展时 我们就会更明白 外国股市也常常进入新时代 而新时代会产生一些新理论 但是 从长时间看 股市最终只相信价值回归 跑远的狗迟早会跑回主人身边 跟着主人回家的 三 理性的投资者有时会对巨大泡沫进行拒绝 而这种拒绝是以业绩落后为代价的 实际上这是需要超出常人的勇气与毅力的 这一点 包括比尔鲁安在内的价值投资大家族的人们 似乎都有过这种尴尬的历史 为什么坚持价值投资难呢 原因之一 就是你在一定时期内 要有敢于业绩落后的勇气 而敢于意识落后也是一种能力 投资重要的是相马 与做投资的几位朋友交流时 有朋友谈到 对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已经深信不疑 但是自己在分析企业方面能力不足 商业感觉欠缺 这倒确实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每个投资者面临的终极问题 因为投资最终比拼的是一个人的商业洞察力 然而一个人的商业感觉 商业洞察力又从何而来呢 说起来 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有朋友认为 搞实业的人接触股市投资相对容易 因为他们身处创业的第一线 更有直接经验 这话大抵是对的 然而什么事也不能绝对 因为有些做实业很成功的人 进入股市后却又尝试败账 甚至成为书红颜的赌徒 将好不容易赚到的千万元身家书的一干二净 这种事情在股市上是经常发生的 搞实业有时需要胆破 很多企业家就有冒险家的精神 特别是在他们开创实业的初期 这种冒险精神或者叛逆精神 有利于开创实业 而股市投资恰恰相反 需要的是一种隐忍的态度 而不具备这一点 盲目地将搞实业的冒险精神引进来 失败的会更快更惨 我身边就有具体的案例 我在敬意投资微信公众号上 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马云和巴菲特 关于顿物与建物 引起了我的思考 文章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 就我们普通人的榜样来说 更多人可以学习巴菲特 芒格 却无法学习马云 乔布斯 虽然建物不如顿物那么快速 但富力的效应非常可观 毫无疑问 受马云鼓舞创业的人大多会失败 而学到巴菲特投资精髓的人 会走向自由之路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英雄 也许并不止一个 但须知 有些英雄我们是不能学的 很多时候 我们过度强调学不了的英雄 却把学得了的英雄定义为世界唯一 单纯就难以程度来讲 我们普罗大众效仿马云去创业 失败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而我们若效仿巴菲特的方法进行股市投资 虽然不敢说人人都能投资成功 然而就实现财务健康来讲 确实很多人可以做到的 其实 我们未必要成为像巴菲特那样的人 只要能够改变自身的财富命运 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一点就可以了 现在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 没有创业经验的股市投资者 当如何培养自己的商业感觉 商业洞察力呢 我个人的经验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广泛阅读 做价值投资的人 没有不热爱阅读的 或者说价值投资者的专业就是阅读 一个人爱不爱阅读 我们短时间看不出来 然而两三年过去 或者五年十年过去 差距就相当大了 这是人们谈烂了的话题 我无需多言 你如果真的热爱投资 那就进行广泛的阅读吧 书中自有黄金屋 多看关于企业家的传记 一个人的经验无非两种 一是直接经验 二是间接经验 直接经验的取得 是人们直接参与具体实践活动而得来的 然而人生有牙 人生大部分的经验 还是来自他人的间接经验 在一次投资分享会上 一位搞投资的朋友说 他要立志 将国内外的著名企业家传记 全部阅读一遍 这给了我很大启发 于是 我也尽可能地对企业家传记 进行学习与揣摩 近一年 我便阅读了比尔盖茨全传 Biography of Bill Gates 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 Father Son and C.O.M.Y. Life at IBM and Beyond 资本的秘密 洛克菲勒自传 Rockfeller 马云全传 小布斯传 神一样的传奇 任正非内部讲话 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 华为 楚石剑传 松下兴之柱全传 圣田招夫传奇 道圣和夫传奇 本田宗耀郎传奇 等电子书 通过阅读这些传记 我进一步了解了 中外著名企业家的 艰辛创业历程 对企业的商业模式 他们的创业天赋 以及他们对人生 对社会的深度思考所得 都有了清晰的认识 这种阅读与思考 对于认识 分析企业是很有帮助的 特别是今天 我们处于幸运的网络时代 电子书可一键下单 降低了选择成本 且价格较低 及电子书的性价比很高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通过电子书的阅读 一下子就将自己的 阅读量提高了 多研究企业案例 俗话说 排上一分钟 排下十年工 做很多事情 都要有一个 长期积累的过程 股市投资 当然也不例外 虽然 我们最后的投资标的 仅是几家企业 然而 这种精选 却是建立在 研究大量企业基础之上的 比如 我们不仅要研究成功的企业 还要研究那些失败的企业 要研究所投资的企业 还要研究所投企业的 行业内竞争企业 要研究所投企业 现有的经营状况 还要研究它过往的经营历史 要研究所投企业的 行业信息 行业背景 还要研究不同行业的 行业命向 发展规律 通过对企业 行业的不断研究 我们在自己的头脑中 形成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 不同企业模型 长次以往 建物便会慢慢显现出来 进而提高自己 对一家企业的研判 分析能力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 生活中不是缺少牛骨 而是缺少智慧的眼睛 我常说 真理不远人 牛骨同样不远人 其实 股市中的牛骨 常常就在我们身边 我说过 投资者一定要常看 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 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广告 就是长牛骨的集中营 可以说 中央电视台天天将 这些长牛骨广而告知 我这句话并不是笑谈 通过认真观看 并仔细揣摩那些优秀企业的广告 是可以误出很多东西的 比如一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定位是什么 它能够抓住 打动消费者的地方在哪里 而这家企业的文化 也可以从广告 语言或画面之中读出来 今天我们有各种新媒体 这些新媒体给我们提供了发现 这些优秀企业的线索 除此之外 我们的生活圈 朋友圈 工作圈 以及有人小聚军 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 在这方面 我很欣赏雪球上的一位 朋友近期的签名 正做生活大师 不经意间成就投资大师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谁如果先做成了 观察生活的大师 谁离投资大师的距离就不远了 多记感悟 思考与逻辑清晰的人 未必能够用文字记下来 而能够记下来的人 一定是有清晰的思考与逻辑的人 我们研究某些投资问题 或者具体企业的案例 感觉自己已经弄通弄懂 然而一旦写下来 会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思考明白 或者思考的还不完整或不深入 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思考 不断巩固 不断完善 不断提升的过程 我们看到 很多投资名家 投资高手 均是写作的名家 高手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我一向倡导要将自己的所思所物所想 及时的用笔写下来 这样锻炼久了 即使达不到妙笔生花的境界 考虑问题也会顺畅很多 渐渐深刻很多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 我们可以及时将自己的文章分享到博客 或者雪球这样的交流平台 与同道中人 哪怕意见相左的人 的互动交流 可以使自己的思考所得得到生花 还能弥补自己的短板 在这种互相碰撞 互相借鉴 互相启发之中 我们会产生智慧的火花 何乐而不为呢 我国春秋时有一个名叫孙杨的人 后来由于人们忘记了他的名字 干脆称他为伯乐 他的故事 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伯乐的慧眼在于 他发现一匹看似普通 赤利拉着沿车的马是千里马 于是买了下来送给楚王 那个卖马的人还以为伯乐是个愚人 结果这匹千里马后来支撑沙场 立下不少战功 普通马和千里马有什么区别呢 千里马在江场上所相批你 别的马比不过他 而千里马拉车 却不如普通马 由此我想到 我们在股市上投资 是不是应该学会想马术呢 我们做不成实业 创业领域里的千里马 那就要学会识别它们 而且难度可能要比孙杨寻找千里马小得多 退一步讲 我们虽然做不成知名的伯乐 但是做小伯乐 学会必要的乡马术 是不难的 而且一旦寻找到那种千里马式的企业 我们就安心地与它们相伴就可以了 享受投资的宁静感 看到这个标题 有朋友或许不免疑惑 股市本来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场所 这种赤裸裸的属性决定了股市是吵闹不停 喧嚣不止的地方 又何来宁静感之说呢 正是由于股市吵闹不停 喧嚣不止 所以我们更需要一种宁静感 这种宁静感来自对各种噪声的屏蔽 我们要想在股市健康长久的活下来 需要具备很多能力 而其中之一就是屏蔽噪声的能力 有哪些噪声需要屏蔽呢 一些经济学家的争论之声当屏蔽 一些股评家的分析当屏蔽 一些媒体的炒作当屏蔽 以上三众在十条军规部分已经谈过 我就不再赘言 一些大V的意见 我们应当以一个耳朵屏蔽 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 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庶民的胜利 因为许多人原为草根 却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 表达自己的间接与观点 进而成为网络平台上的大V 对于这些大V 我是十分敬重的 因为世界上本没有大V 但是粉的人多了 自然就成了大V 所以对这种在网上讨理不言 下自成熙的意见领袖 我更加敬重 就股市投资而言 我们对大V们得分分类 进而采取不同的策略 有的大V很喜欢预测宏观经济的走势 谈经济学家说不清楚的问题 我将这类大V归为一些经济学家之类进行屏蔽 有的大V很喜欢预测股市的点位 短期走势 或者常常深陷于牛熊之变中不能自拔 我将这类大V归为一些古评家之类进行屏蔽 有的大V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常常有独到的见解 然而粉的人多了 横的人也就多了 于是有些飘飘然 甚至大胆夸界去谈论自己能力圈之外的话题 这些言论在他们自己看来是高见 殊不知 在内行看来甚至是笑柄 所以 对于这类大V 我一般以一个耳朵进行屏蔽 即只用一个耳朵听他们有意的见解 而对于他们不着边际 不靠谱的言论就用另一只耳朵屏蔽 这样 经过自己的屏蔽或者半屏蔽 投资的世界一下子就清静许多 可以多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切磋 投资是孤独的行当 现实世界中真正的同道并不多 所以这种交流多是借助于互联网 与同道交流切磋 不仅不是噪声 还是享受 这时 自己的投资世界就平添了一份宁静感 这种宁静感 来自自己的专注研究 专注研究是专注研究投资理念吗 不是 投资理念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 是管路线 方向的 而价值投资理念一顿饭的功夫 就可以讲明白 天天专注研究干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 我常常想到 已故的著名相声大师 马三利先生说过的一个相声 解痒痒的秘方 一个人痒痒男人 有什么秘方可以解决吗 有的 这个秘方像一件很珍贵的古董 背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着 但是当你小心翼翼的一层一层打开后 里面就写着两个字 闹闹 这个相声是不是令人忍俊不禁呢 我认为 对价值投资的践行 与这个相声揭示的道理是相同的 因为很多人在股市探求成功的秘方 但在架头人眼里 这个秘方很简单 凝结为一句话 就是与成功的企业结为团队 是不是太简单了 确实不复杂 但是简单等于容易吗 当然不等于 这种长期专注研究 更多表现在对企业的专注研究 我们无法像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大师 一年研究上千份年报 但沉下心来专注研究50家 100家还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坚持这样做了 我们常常会收到多重奇妙的效果 比如通过对各种企业的研究 我们可以明白 不同企业的商业模式有不同竞争优势 以及他们所处行业的不同属性 而这对于我们投资是相当重要的 专注于成功企业的研究 还常常使我们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投资自信 比如 若是在体制内工作 我们对体制内的一些官僚弊端会无奈 甚至对某些方面的低效无能常常失望 或者我们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 丑陋问题纷纷不平 但又觉得意识难以改变等等 这些均有意或无意地消失我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然而 如果我们真的专注于成功企业的研究 一定会发现 原来在中华大地上 还活跃着一些具有大格局的优秀企业家 比如董明珠们 比如马化腾们 比如马云们 比如郭广昌们 比如马兴田们等 这么多大格局的人 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 开创着大格局的事业 如果我们找到并与这些大格局的人结为团队 我想 你一定会平添不少投资自信 而有了这种自信 你还会惧怕股市意识的波动与低迷吗 你还会为股市行情的长期低迷 而陷入牛熊之变吗 我想 你一定不会 有了这种自信 你会在波鬼云厥的股市中看淡风云 保持定力 进而在投资中独享一种宁静感 这种宁静感 来自对投资过程的享受 我们在股市的直接目的是赚钱 然而 你满足了到两毛 特别是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更大的乐趣是来自投资过程 这个过程如登山 我们在山脚下高山扬指时 确实恨不能一下子飞到山顶 享受那 一览中山小的美妙 然而如果真的坐缆车不费立地上去 整个过程就索然无味了 其实登山之趣 在于征服的过程 而且我们还可以欣赏沿路的风景 即使过程中会辛苦 沮丧 甚至想放弃 宽泛地讲 登山如此 投资如此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种宁静感 来自对投资的十分热爱 芒格说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某个领域做得出色 那么必须对他有强烈的兴趣 我可以强迫自己把许多事情做得相当好 但无法将我没有强烈兴趣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们跟我差不多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要想办法去做那些你们有强烈兴趣的事情 其实 这一点根本用不着大师说 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 你无论做什么 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而唯独对某件事情痴迷 你才会享受到那种恶意忘忧 不知老之江至云尔的人生境界 我不止一次与同道谈起股市投资 最引起共鸣的是 大家觉得投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感觉很有意思 其实就是一种热爱 有了这种热爱 我们就可以乐此不疲地在众多的上市公司 之中 寻找那些优秀且被低估的心意标的 而且一旦找到了 那种兴奋是唯有圈内人才能体会得到的 有了这种热爱 我们上街购物 也会更加善于发现 我们消费或者与有人小拙 也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想 我们是不是正在消费一只大牛骨 夜深人静时 我们可能依然端坐在书桌前 或上网 或读书 或写作 或陶醉于投资的世界不能自拔 而这一切 其实均是因为兴趣而起 如果一谈古事 我们就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是不会享受到那种乐而忘忧的宁静感的 至虚极 守静堵 万物并坐 无以观其父 这是老子哲学中的一种修身境界 意思是我们人生在世 要达到极点 守住静 唯有收敛浮华 归于堵石 凝神于须 氧气于静 才能赴本归真 虽然我们在纷纷扰扰的古事 这种画境确实不能完完全全的达到 而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境界 是应当追求的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 我们对财富并不会孜孜以求 不会被每日跳动的数字迷惑双眼 却渐渐拥有 灯泰山而小天下的大视角 也有了看问题 直达本质的眼光 进而 在波动不断的股市中 有一种看云卷云输的超然心态 这样 我们有了一种宁静感 财富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增加了 你说 这是不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呢 爱上自己的股票又何妨 我们随着年龄渐长 常常会顿悟一些世俗的教会是错误的 这时我们需要推导重来 进而建立自己的人生新认知 可以说 人的成长伴随着政委的过程 人的处事是如此 股市投资也是如此 我在投资早期 经常听到一些看似有经验的人告诫说 千万不要爱上你的股票 如果你是一个短期的频繁交易者 我想这大笔是对的 然而 你若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这话就错了 甚至会害人不浅 其实 爱上自己长期持有的股票又何妨呢 我们知道 对于投资者来讲 股票绝不仅是一种纸片式的权证 它实则代表背后的企业实体 既然它代表企业实体 且我们心仪这家企业才投资的 如果你不喜欢上 不爱上 又如何能够做到长期持有呢 我在很长时间内 就因为这句警语而常常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因为明明对自己的长期组合很喜欢 甚至有时打开账户 看着红红的回报数据 对所持股票的那种喜爱之情就油然而生 可是头脑中冷不丁冒出 千万不要爱上你的股票这句话 你说 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呢 1934年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问世 众多大师心火相传 至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价值投资理论体系 当然 就像根深夜貌的参天大树一样 芝曼虽然都出自同一根系 但是他们又各有风韵 可以说 大家庭中的每一派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价值实现的过程 常以长期持有为表现形式 如果说 简烟地派低时盈绿派冷却 那么长期持有派 对自己所持股票总有一种反感 厌恶心理 又如何持有的下去呢 对于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做法 我本人是难以理解的 特别是巴菲特 芒格式投资 一向倡导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企业股票 长期持有 更是需要付出自己的感情的 实际上 我们阅读巴菲特立年写给股东的信 会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即巴菲特年年在置股东的心理 对自己所持企业的商业模式 产品与服务 以及他们的管理人 不吝惜赞美之词 比如 巴菲特每天坚持喝五罐可口可乐 赞美说他是上帝之权 对逼夫人的赞誉事 宁可与大猩猩摔跤 也不与他竞争 这种赞美 或者说这种带有巴士 独特幽默风格的赞美之词 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每一个巴米均可以信手拈来 这些赞美之词 是出于广告宣传 巴菲特常常 不时时机地对其所持企业的产品进行宣传 或管理上的安抚需要吗 我想 绝对不是 而且从这些话语之中 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巴菲特 对自己所持企业 以及他们的管理者付出的是真情实感 从一个侧面 我们便理解了巴菲特 为什么总是说自己对喜欢的企业 永远拥有 最近 我阅读了国内著名的巴菲特 研究专家刘建卫先生的一篇文章 突然有些感悟 我有收藏好文章的习惯 常常翻出来重温 有时会有新的感悟 这篇文章发表于2013年3月30日 曾刊载在第一财经日报上 他在新浪博客上也发表了 题目是 巴菲特知道很简单 为什么我们却很难做到 在这篇文章中 刘建卫先生说 我研究了14年巴菲特 在央视讲过时期学习巴菲特的节目 写了八本关于巴菲特的书 在全国各地多次演讲传播巴菲特 可是我却发现 尽管巴菲特投资极为成功 投资策略很简单 一懂一学又一做 可是只有很少人真正学习巴菲特 真正做巴菲特 刘建卫先生甚至实话实说 坦诚自己学了这么多年巴菲特 很多方面也做不到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他说 他看了一些心理学书 才稍有所悟 原来我们行动的真正驱动力量 不是理性 而是感性 要想深度改变 情绪力量是关键 情绪上真正接受 才能逐步改变 习惯成自然 他说 人的大脑分为感性与理性两个系统 如同像与其像人 过去几十年 心理学家们研究发现 我们人的大脑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一个系统 而是分成两个彼此相互独立的系统 一个是我们称为情绪的一面 是人类本能的一部分 能够感知痛苦与压力 另一个是理性的一面 也称为反思性系统或者自觉性系统 能够考虑 分析并且展望未来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 Donovan Hattie 在象与其像人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一书中的比喻最为形象 情绪系统如同一头大象 理性系统则是其像人 这位其像人坐在大象的背上 享有支配权 看上去像是大象的主宰者 但是事实上 这位其像人的控制权却一点也不稳固 陆地上最重的动物之一 大象平均体重60000千克 相当于75个体重80千克的其像人 当这只重6吨的大象 不愿意按照其像人所指的方向前进时 这位其像人就会完全失去控制权 被大象彻底打败 我们绝大部分人 对于大象打败其像人的现象 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明明知道快要考试了 却还是看电视 上网 打游戏 我们明知需要减肥了 还是会大吃大喝 暴饮暴食 不多说了 你懂的 在这篇文章中 刘建卫先生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 不但要在理性上认可 还要在感性上接受长期投资 有爱才能长期坚持 习惯成自然 有爱 不就是爱上你投资的企业吗 巴菲特重仓持有的前提是先爱上他 同样 我们要想长期持有一家企业 也要有这种感性上的爱 我们要慢慢培养感情 喜欢上这家企业的商业模式 喜欢上这家企业的产品与服务 喜欢上这家企业的管理文化 对管理者要有欣赏与敬佩之情 这样我们这个旗向人 才不至于失去对大象的控制权 也更容易指挥大象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经过多年误导 我的总结为 最适合个人投资者的是 用自己闲置的资金 尽可能多的买入自己能够看得懂的 喜爱的 有着共同价值观的 优秀且被低估的企业的股票 而且一旦拥有就要以年为时间单位持有 耐心陪伴他们经营 细细剖析 这其中就有喜欢爱的成分 长期持有格力电器 自然就会喜欢这家公司的空调产品 比如 我家的空调就是青衣色的格力 甚至自己使用的手机也是格力二代 主要是为了体验 对于董明珠 舆论一直褒贬不一 但在我看来 董明珠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企业家 她甚至让我有意无意地想到 巴菲特笔下的B夫人 进一步而言 格力电器这样优秀且具有良心的企业 从来没有亏待过任何一个长期股东 而且 上市这么多年来 还改变了很多个人投资者的财富命运 这样的企业 你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爱呢 长期持有贵州茅台 我就会从内心欣赏其无法复制的 稀缺的商业模式 喜欢其固本首到的茅台文化 朋友小句 我会有意无意当起茅台酒文化的义务宣传员 有条件时 我像那些资深毛粉一样 每日独酌一杯 火鱼有人相邀 把酒言欢 不都是人生快事 何乐而不为呢 长期持有同仁堂 东厄厄交这样的百年品牌企业 我自然对他们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对企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格外欣赏 炮制虽凡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具备这种厚道基因的企业 才容易成为百年老店 我们对这样诚信的企业 又为什么不喜欢呢 我长期持有复兴医药 艾尔眼科这样的企业 是因为我喜欢其帝国思维的管理层 喜欢那种进攻性的狼性文化 众多企业的兴衰史告诉我们 拥有激励英才创业的灵活机制 与高效共赢的合伙创业平台 可以从根本上长久地保持 一家企业的强大生命力 竞争力 这两家民营性质的上市公司 在这方面显然更具有体制上的优势 当你发现了具备这样管理层的企业之后 你又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 感性上的喜欢 感性上的爱 确实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我们有对子女和朋友的爱 会乐意为他们付出 可见这种力量的威力之大 这种力量 实际上来自你自己的价值观 与企业价值观的碰撞 像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一样 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与企业的价值观共鸣时 你才会选择它 不仅在理性上认同 在感性上也会慢慢喜欢 欣赏 感性上的力量 有助于我们在戚风苦雨的市场环境下 与企业风雨同舟 淡定坚守 挨过严冬 当然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头脑里闪烁的是理性的光辉 我们对于所持企业在喜欢在爱 也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而不是那种糊涂的爱 形象一点说 我们价值投资者是用理性的缰绳 牵住自己感性的野马 不让自己被稀里糊涂的爱冲昏头脑 投资中的框架效应 什么是投资中的框架效应 它是行为金融学中的一个概念 美国著名的行为金融学家约翰诺夫辛格 John Nottinger 著有投资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Investing 一书 他每隔两三年就会修订 在第五版中 他曾提到一个有关投资活动的测试 1928年 道琼斯工业指数迈进了新时代 涵盖的股票增加到30只 1929年 该指数从300点开始起步 到2011年年底 上涨到了12218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 是用价格加全平均计算出的平均数 不包括股息 如果将每年的股息再投资 那么2011年年底的道琼斯工业指数 会是多少点呢 测试的答案让大多数人惊讶 33210点 看上去不可能 是吗 借助金融计算器 道指从300点起步 83年后上涨到33210点 年平均回报率是8.81% 一个接近9%的股票市场 年均回报水平还是合理的吧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敢想象 为什么多数人会不敢想象呢 这反映了一种投资心理 及锚定心理 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道琼斯工业指数 12218点这个水平上 也就是说 你将思考的起点定在了这个数字上 然后 你可能在这个被锚定的数字基础上 试图增加一个合适的数量 以便能够把股息再投资的效应囊括进去 这就是行为金融学中的框架效应 截至2017年9月22日 道琼斯工业指数 是22349.59点 不含股息再投资 在2007到2009年金融危机之中 道琼斯工业指数 曾有2007年10月的14198.10点 下跌至2009年3月的6469.95点 下跌幅度达到54.44% 我们可以想象处于金融危机中的投资者 恐怕绝大多数就是想破脑袋 也不会想到它居然能上涨到这个水平 上涨245.44% 事实上 在2008年的前三个季度 美国股票市场按道琼斯工业指数计算 下跌了18% 在第四季度 市场在恐慌中又下跌了19% 2009年第一季度 市场继续下滑 截至3月5日 市场下跌25% 创出新低 当时的投资者并不知道这就是市场底部 他们只是看到市场已经下跌了一半多 且当时的损失异常惨重 因此 多数的投资者都在干什么 抛售股票 股票市场 无论是中国的 美国的 还是其他国家的 就是这样耐人寻味 我不止一次说过 做投资的人必须要有一种辉鸿的历史观 就是说 我们不仅要知道股市的现在 还要了解它的过去 知道它是怎么发展的 如此才会一览众山小 才容易穿透历史的种种迷雾 尽可能少得受框架效应的限制 在股市的历史和未来发展上 人们常常会受到框架效应的限制 那么 具体到个股上 我们是不是也容易受这种框架效应的限制呢 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 固守安全边际 是价值投资的核心思想之一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 我们当然要尽可能买在相对底部 我经常说贵州茅台价格在140元 160元之下时 聪明的投资者自然会毫不犹豫的下决心买入 然而 当它上涨至200多元 300多元之时 我们是不是又搔手指出呢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 即被当时自己较低的持有成本价给锚定了 尽管理性上认为价格并不是贵的离谱 显然是受到了框架效应的影响与限制 所以我虽然对当时的英明买入 尽管当时的仓位并不低 感到满意 但是今天心中也难免有一种隐隐的回忆 实际上 很多投资者在计划买入自己心意标的之时 哪怕它上涨了几个点或者十多个点 就搔手指出起来 结果失望着后来的股价意气绝成 只有望洋星探了 其实 我们只要理性的想一想 如果预期这家企业未来有很好的成长性 其股票能成为上涨一倍 两倍 甚至很多倍的大牛股 为什么还要在乎眼下几个点的上涨呢 说完了 这时格局太小 是投资中的框架效应在作怪 投资中的框架效应 是我们投资路上的大敌 既然大敌当前 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打败它 在投资心理学中 诺夫辛格介绍 丹尼尔卡尼曼 他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 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 2002年他获得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先驱者称号 在斯德格尔摩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时 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推理模式 他将分析型思维模式 他称为推理 描述成 当我们计算17乘以258会发生的事 当你不想品尝一块 被做成蟑螂样子的巧克力的时候 直觉型思考模式就会被用到 直觉型思维是立即发生 而且轻而易举会发生的 但是分析型思维是精细和不容易发生的 简言之 他将我们人类的思维模式 分为直觉型思维模式与分析型思维模式 也称为思维系统一与思维系统二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 为了节省大脑的分析时间 常常利用直觉型思维模式 比如我们平时的沿合型 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靠直觉型思维模式进行的 然而投资的不易之处 就在于我们要实时规律这种直觉型思维模式 而要启动那种分析型思维模式 比如 平时我们常讲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这些记 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靠直觉型思维来运作的 包括个人的阅历 经验等 若碰到棘手的问题 我们眉头怎么皱 记也不上心头的 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沉下心来 聚精会神的想一想 或许 我们在投资方面好好想一想 耗费一些脑力 进入那种分析型思维 是破除这种框架效应的方法之一 还是以茅台为例 我们可以聚精会神的想一想 截至2018年9月22日 它的市值为6 280亿元 我们假设它的市值固定逐步增长 结果会如何 2016年的净利润是170亿元 2017年上半年 净利润增速28% 毛股以25%增长 则2017年净利润为212.5亿元 据2017年财报 其净利润为272亿元 当时的毛股过于保守 对应的是盈率是29倍 这个估值并不低 我们依此类推 2018年增长15% 可实现净利润244.38亿元 根据年报 2018年净利润时为352.04亿元 同比增长30% 对未来估计时还要尽量保守 对应的是盈率为25.7倍 这个估值接近于正常水平 2019年增长15% 可实现净利润281.03亿元 对应的是盈率为22.35倍 这个估值可以接受了 在合理估值的基础上 我们锚定20倍是盈率 茅台净利润如果能够保持 年负荷增长率15%左右 则5年左右可以翻倍 如果保持年负荷增长率12%左右 则6年左右可以翻倍 通过以上简单的计算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未来5到6年 茅台是只将过万亿元 达到1.2万亿元以上 并不是离谱的 打破投资中的教条主义 投资中的教条主义 拿来滤己容易害自己 拿来教人 则容易误导别人 所以我们对教条主义 必须发现并打破 那么投资中有哪些教条主义 需要我们打破呢 用格式体系去操作 费式体系投资标的的教条 我们分析过 在价值投资这个大家庭之中 可以粗线条书里出三派 一派是格雷厄姆体系 被巴菲特称为检验地派 一派是废学体系 注重一家企业的显著经济特征 强调买入伟大或优秀公司的股票 芒格更多属于这一体系 一派是巴菲特芒格派 也称为综合派 巴菲特早期更多属于格派 而中后期的投资倾向于废学体系 我们为什么今天要重新梳理呢 因为我们发现 有些投资者 似乎对价值投资的各流派 为做深入全面的分析 以致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比如 一些投资者以格派的策略 去对待废学 芒格式标的 或者以废学 芒格式的策略 去长持格式标的等 如果说前者更多表现为教条主义 那么后者则四血虎不成反类犬了 按照格式体系的标准 在2012到2013年 以100多元买入贵州茅台 这样的标的 自然是很聪明的 但你可能在300多或400多元时 认为它已经实现价值 就卖出了 这本身无可厚非 因为按照格式体系 投资就当这样 标的被低估时买入 被高估时 或者自己认为价值被高估了 卖出 然后去找新的投资标的 格式体系对投资的企业质地 似乎并不太看重 主要是图便宜 折扣 然后买入 以等待价值回归 但问题是 茅台这样具有典型 经济特许权的稀有标的 究竟符合格式 还是符合费式呢 答案显然是后者 所以 这样卖出 还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我们是不是特别容易 犯教条主义错误呢 说实话 我们确实特别容易 犯这种错误 所以 我们要实时检讨自己 这样才能不犯 或者少犯教条主义错误 买好的不如买的好的教条 我们已经讨论过 霍华德马克思在投资最重要的是 一书中说的明明白白 买好的不如买的好 即强调价格的重要性 这显然带有格式体系色彩 然而 对于个人投资者 我发现如果真的遵守 又难免教条了 因为在我的投资经验中 如果出发点是买好的 哪怕买入时并不太便宜 若干年后 收益率也远远高于当初买入的便宜标的的收益率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伟大的时间是优秀企业的朋友 是平庸企业的敌人 再说 那样的标的还要换 还要经常拿着探测进去探测 个人投资者往往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资本市场天生具有很强的市场功能 将资源不断地向优质资源进行配置 而优质资源代表的优秀企业 自然容易脱颖而出 哪怕一时得不到市场认可 而烂企业容易被慢慢边缘化 哪怕它一时被炒上天 所以我曾冒天下之大不韦提出 个人投资者 业余投资者选股第一思维是选好企业 最好能够选择世界上最会赚钱 最长久赚钱的超级印钞机是公司 至今我依然固执地秉持这一观点 不买则已买就买好的 然后等好价钱 这是不是颠覆了传统的价值投资理论呢 我觉得不是 我认为投资是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 建立符合自己实际的一套投资体系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投资不是简单地背诵几句价值投资的教条 重要的是运用 用势盈率机械估值的教条 用势盈率进行估值是市场上最为普遍的做法 但是我们对一家企业的估值真那么简单 像证人买率一样 拿着市盈率这把尺子 一量就知道标的被高估或被低估吗 显然不是 如果那么简单 大家就都在股市赚钱了 科学的估值 是看一家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 唯有在这种现金流折现模型理论指导下 再从估值工具箱里找出市盈率 市盈率等工具去衡量 才可能达到接近事实真相的目的 这确实是一项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工作 远不是只拿几把估值尺子一量就能够达到的 那么那些只会拿着简单的估值工具 不分投资对象 所投行业属性就量一量 得出结论的投资者 是不是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呢 回答是肯定的 这是我们在投资中要力争避免的 投资要尽可能分散的教条 许多教科书上说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我以前认为 这到底是对的 然而 随着投资时间的增加 自己越发明白这种教会是教条化的 比如有的个人投资者资金量并不多 却买入二三十只股票 个人投资者不投资则已 投资 就应该多做能够改变自己财富命运的大决策 而做大决策的机会一旦来临应该重重下注 竭尽全力将自己有限的资金投到这种机会上 甚至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且可能是十分有效的 不是吗 中国A股市场上的一些聪明投资者 将自己的资金全部集中在少数 甚至是一家优秀企业上 不同样获得了超出自己预期的收益吗 投资在知识上是不断做加法 在投资标的上却要不断做减法 所谓一高人胆大 当然 每个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做 不可拘腻 特别在投资的早期要适度分散 如五股原则 只可惜 我先前对这个道理明白得太晚 在某个具体投资标的上 还设了30%的上限 给自己设置了条条框框 而机构投资者这样控制比例是可以的 只有小资金量的个人投资者 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大作家钱忠书先生说过 不受教育的人 因为不识字 上人的当 受教育的人 因为识了字 上印刷品的当 这话说的真是太妙了 想一想 读书多的人 特别是将书都带了的人 却是如此 那么运用到投资上 我们又容易上哪些印刷品的当呢 这还真需要我们在投资过程中 时常提醒 反省自己 我给女儿的嫁妆是股票 我的女儿是90后 2014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女儿出嫁 我该送她什么嫁妆呢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 有条件的自当是送房或送车 然而我送给她的嫁妆却是股票 为什么送股票呢 一是我对股票投资的吃爱 我自2000年5月入市以来 对于股票的吃爱程度可以用独眼来形容 至于这些年寄了多少笔记 做了多少资料卡片 读了多少文字 自己都记不清了 反正是一有闲暇便一头扎入股市投资的海洋 自得其乐 每当有人羡慕我在股市上小有成就之时 我便套用名人的话说 我是将别人喝酒 与打麻将的时间 用在了股票投资上 我个人的体验是股票投资是特别带点的 能收获金钱收获思想 何乐而不为呢 二是我想为女儿的将来积累一笔财富 我们不妨算一笔记账 假如将来通胀率为5% 100万元 10年以后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61.39万元 20年后呢 45.27万元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啊 长期来讲 我们并不太多的财富 原来让通胀 这个老虎吃掉了不少啊 稍稍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 长期通胀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 我们如何战胜通胀这个老虎呢 在所有在投资工具之中 股票不失为战胜长期通胀的一大法爆 一谈起中国股市 许多人就皱眉 认为中国股市不亚于赌场 然而在投机成分如此大的中国股市 上证指数自1990年100点起步 20多年上涨了32倍 更不要说万一抓住几只大牛股呢 刘元生投资万科 有起初的360万元 获得了数十亿元收益的故事 是股市上人人皆知的 或许我是读多了精彩的投资传奇 受了这些故事的蛊惑 也梦想着将来 女儿因为老爸的先见之名 而能得到一笔可观的财富 总之 心动不如行动 实际上自2013年女儿大学毕业之后 便鼓动她开账户 先妻是少许资金投入 主要是见当时行情低迷 有些急不可待了 到了2014年女儿结婚时 我便与妻子统一思想 将这个嫁妆正式送给了她 不仅如此 女儿婚后 我还是不忘对她进行财商教育 结果 她仍乖乖将自己婚后的一部分闲散资金 交由我打理 当然 我承诺赔了钱算我的 赚了钱是她的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呢 或许有人说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我当然知道鱼的重要性 不过 投资还是要看热爱与否 现在女儿对股票投资还没有入门 爱好与否由她去吧 我认为 投资的智慧是没办法遗传的 巴菲特是全世界投资者朝圣的投资大师 按说 他的儿子女儿们最有条件受到清传 可是到现在 我们也没有看到谁继承了 更何况女儿的账户 我也乐于打理 所以 目前账户名字是女儿的 但是大权 密码 却由我掌握 因为我怕她一看见赚钱 便自作主张给卖了 最后我想分享的是 你如果有了孩子 可以为她建立一个长期账户 假以时日 我们的父爱母爱就会结出不一样的硕果 股市涨盈之道 用完善的投资系统管住自己 各位球友 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 我要感谢雪球 把我从线上拉到了线下 让我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今天听了这么多大V精彩分成的演讲与分享 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如果把雪球比作投资丛林的话 那么在这片投资丛林里 有凶猛的虎豹鳄鱼 还有突鹫 狡狭的狐狸和狼 突鹫投资与阿普哥在我前面做了演讲分享 还有任人宰割的羔羊 小众的孤独而快乐的乌龟 对后者 人们习惯称价值投资派 雪球是聪明人在的地方 这个地方聪明人多 他们把价投派称为家投派 铁家子的家 作为价投派 最念念不忘的一个词儿是护城河 我们要寻找一家企业的护城河 但是我想问的是 我们作为投资者 在这片投资丛林中 究竟有什么样的护城河 我们如何去抵御这些虎豹与突鹫 我依据我16年的市场经验 或许更多是教训 认为我们的护城河 是要建立自己一整套的投资系统 并且要用这个系统管住自己 这个投资系统从大方向来讲 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投资世界观 价值观 是方向盘 管路线 方向问题 另一方面是投资方法论 教我们洞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股市发展的根本规律 一个行业的根本属性 和一家企业的生意本质 据我观察 个人投资者在投资上往往有三大痛点 第一个痛点是 选择股票不知从哪里入手 面对股票无所适从 甚至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 第二个痛点是 选择好股票 在估值上又拿不准 第三个痛点是 买了股票以后 哪怕是茅台这样的优秀企业也拿不住 这三个痛点 归结为一点就是投资系统不完善 不能用完善的投资系统管住自己 下面 我想通过我的分享 能使我们把这些痛点击破 投资系统包括四个部分 即思想系统 选股系统 估值系统和持有系统 思想系统 我把思想系统称为五官 即理论官 历史官 国情官 全球官和行业官 一个人五官不正 会长得丑 来到雪球 估计也会对不起观众 甚至吓跑一些观众 曾有球友给我留言说 贤兄啊 不管你讲什么 只要在这里一站 让我们看看真容就行 大家现在看到了 还算五官端正 告诉你们 别看我现在是大叔 年轻时也是小帅哥呢 一个人五官不正 会丑 一个投资者的五官不正 思想系统可能有漏洞 容易被市场打得鼻青脸肿 因时间受限 我这里只讲理论官 这个理论官是以巴菲特思想为指导的 今天 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为了称呼的方面 同时也为了尊敬这位全世界敬仰的投资大师 我曾经撰文将格雷厄姆 废雪 芒格 巴菲特等价值投资大师的思想 统称为巴菲特思想 那么巴菲特思想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可以记住三句话 也是我们的三大思想武器 巴菲特思想 是我们认识股市的思想武器 巴菲特思想 是我们认识人性的思想武器 巴菲特思想 是我们认识商业本质的思想武器 有了三大思想武器作为法宝 我们在股市就不会迷失方向 甚至占无不胜 在网络上 一谈到巴菲特思想 我总看到这两论 不适合中国股市论 把巴菲特神话论 认为巴菲特学不了 但是 果真如此吗 依我个人的体会 巴菲特思想在投资中 可以说招招见效 大刀见血 比如 我们随便从他的思想工具箱里 提取几个重要思想 买入优秀企业 胜过平庸企业的思想 买经济特许权的思想 买自由现金流的思想 重视净资产收益率的思想 船固然重要 船长同样重要的思想 我们如果回溯中国股市的历史 其实巴菲特思想 很适合中国股市 2015年伯克西尔大会上 芒格试图做一件事 就是描述伯克西尔系统 86岁的巴菲特 与92岁的芒格 这老哥俩天天会念到什么呢 他们会天天说 投资理念吗 我想不会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 在雪球上就投资理念进行争辩 但是我们探究他们的 伯克西尔系统后会发现 其中的四句话 他们念了约半个世纪 50多年 第一句话 买入股权 买股权就是买生意 买生意的投资 是最聪明的投资 最智慧的投资 第二句话 利用市场 市场傻了疯了 我们别跟着疯傻 第三句话 注重安全边际 我们中国人讲究说话办事要留有余地 这就是安全边际 第四句话 注重能力圈 我们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 就不去那里 这四句话可以说是伯克希尔系统的思想核心 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然方法论是可以不断改进与完善的 也是可以多流派的 但是世界观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要学习这些东西 这里我可以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西游记这部文学名著是家喻户晓的 是人人皆知的 如果唐僧师徒挤人来到股市 来到雪球做投资 那么最终谁会赢 是孙悟空吗 你看孙悟空72遍 有火眼金睛可以透视K线 看一看有没有装 他还能用金箍棒将土地也砸出来 探讨内幕消息 但是 我看他不行 因为他没有坚定的价值观 还时不时的罢工 甚至还有被套牢500年的经历 猪八戒行吗 我看也不行 他好吃懒做 见了美女走不动道 还时不时的吐槽别人 我看 最后成功的一定是唐僧 他有着坚定的价值观 九九八十一难也始至不已 女儿国的国王那么漂亮 但他不为所动 所以 他一定会成功 而且他还有一个明星组合 当然 沙僧也可能成功 他就像巴菲特的老股东一样 跟着巴菲特成为亿万富翁 所以说 价值投资就要有唐僧精神 否则 不要说2015年那样的大股灾 就是风吹草动 你也会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选股系统 我们对什么事情都应反过来想想 中国股市有近3000家上市公司 我发现有些投资者一进入股市 就像彼得林奇所说的 恨不能稳变天下所有的女孩 什么都想买 股市有鲜花 美酒 也有万丈深渊和地雷阵 所以 我的做法是先给自己建立负面清单 即告诉自己不能投什么 我给自己拟了八不投的负面清单 如下 一 强周期的不投 强周期企业 只是牛市状态下的交易品种 我要的是弱周期下的长青数 二 重资产的不投 我要的是轻资产 高商欲 三 单纯炒作概念的不投 你就是和女儿国的国王一样漂亮 我也不受你诱惑 四 处在墙风口的不投 我怕风停了后 我会掉下来摔死 五 坐在天上讲重组动人传说的不投 因为我听不明白 六 不在行业内相对胜出的不投 我喜欢做山关虎斗 盯住那些先将红旗第一个插上山头的企业 七 处在快速移变行业的不投 八 自己看不懂的不投 那这不投 那不投 你究竟投什么呢 我在雪球上曾分享了投资的九把快刀 用了这九把快刀足以快刀斩乱吗 这九把快刀是我的选股系列 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翻看看 这里我只简单介绍 一 比较优势 我们要从世界大的产业分工中来看待这个问题 将来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的崛起 必然会伴随一批优势产业 优秀公司的崛起 而这种比较优势 是我们投资者的决金之地 为什么我八年前选择了隔离 并且持有八年不动摇 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国家 在白色家电上的这种 比较优势 二 经济特权 这种特权从大的方面说有两种 一种如贵州茅台那样 有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有自然的禀赋 有文化的血脉 另一种是在充分竞争后 吴忠生有拼出来的经济特权 如白色家电中的隔离 美的 如肉中的双汇 奶中的伊利等 他们甚至拥有定价权 三 文化血脉 护城河 是巴菲特的一大理论贡献 品牌 规模优势 成本优势 先发优势 网络优势 客户转换成本等 均可构成企业的护城河 文化血脉也是优秀企业的护城河 那些蕴含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 中国消费习惯 中国礼仪 中国味道的产业与公司 文化血脉就是它的一种护城河 四 平台生态 平台生态具有坐地收钱的特点 企业的平台一旦搭建好 竞争对手就难以颠覆与超越 平台生态还有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 可以不断生发出新的盈利点 进而不断链接自己强大的生态系统 5.连锁服务 连锁服务是彼得林奇与芒格都很推崇的一种模式 其一个地方的成功 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成功复制 6.知名品牌 买股票 就要买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金字品牌 要买具有垄断属性产品 产品被重复消费 被成瘾消费的独家或创新品牌 要买已完全侵入消费者内心的品牌 要买不是唯一就是第一的龙头品牌 知名品牌的上市公司未必全是大牛股 长牛股 但是大牛股 长牛股无一例外都是业内知名的品牌 7.行业命向 有的企业可以在行业内赢家通吃战山为王 这是尤其行业属性 行业命向与竞争格局决定的 8.央视广告 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好的股票 那么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就是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的广告 中国股是20多年来的一些大牛股 长牛股天天在那里被广而告知 9.养老股票 养老股票是指从我们养老的角度 从一个长的周期去考虑购买股票 估值系统 做价值投资的都知道 估值最科学的是一家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 但这个东西好看不好用 估值难倒英雄汉啊 但是凡是我们要反过来想 真正便宜的投资标的是估出来的吗 不是 真正好的便宜的标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是 胖子是瘦子的 相反 利用计算器抽眉苦脸的计算后选择标的 往往不是又好又便宜的 今天在雪球分享会场上有很多年轻人 作为年轻人 更要抓住机遇 在股市中 你们要善于抓住能够改变自己财富命运的大机遇 做出能够改变自己人生财富命运的大决策 这样的大机遇有三种 一 大熊市 像2015年千股跌停 千股停牌 千股熔断的大股灾 行情会极度低迷 什么是行情极度低迷 今天雪球两个分享会场都有很多人 如果雪球再举办嘉年华 没有多少人 开个玩笑 那就是行情极度低迷气了 那时 你就把钱往股市里扔 不再是河中钓鱼 而是海滩食鱼 那是最好的机遇 大家现在回头看 股灾期间是不是买入优秀企业多么好的机会 二 王子企业一时遇难 遇难分为两种 一种是黑天鹅式的利空打击 典型的是贵州茅台2012年 2013年走下神坛 我来之前翻了翻旧帖子 2013年12月8日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以茅台为例 说优秀企业的股价跌便宜了 你会不会买 当时茅台股价大概138元 现在看是多么好的投资机会 当时这篇文章还上了今日话题 所以 我这里也做一个广告 大家以后多看一看今日话题 说不定能发现好的投资机会 另一种是优秀企业一时增长放缓 市场先生给予了大幅度的估值沙 此时往往是好的投资机会 投资如做人 与其锦上添花 不如雪中送叛 我们要善于英雄救美 三 长牛股阶段性深度调整知识 选择世界级足球明星 能够在中国的足球队里选吗 显然不能 要在欧美那样的强队中去选 同样的 到优秀学生中选状元 到牛股中选牛股 是一种捷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真正的长牛股 大牛股是具有连续性的 于是 我们要从估值工具箱里找一找 是盈率 是盈率相对盈利成长比率 是净率这些东西 如果有标的进入了我们的涉猎区 我们再慢慢搬动搬机 持有系统 如果我们坚持价值投资 真从买生意的角度购买股票 那么持有期限问题 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即坚持长期投资 因为没有哪种股票 今天买入 明天就会暴涨 我想说的是 我们要坚决规避两个错误 甚至愚蠢的卖出 一 大跌 下得卖出 事后证明 这往往是愚蠢的卖出 2015年的股灾 你下得慌里慌张的 将优秀企业的股票卖出了 现在看绝对是愚蠢的 二 因为赚钱 比如上涨50% 100% 就乐得卖出 这说明你还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卖出系统 你的卖出是一种稀里糊涂的卖出 正确的卖出实际就看一点 基本面变坏 但一时的增长放缓要辨别研究 股价太疯狂 但适当的被高估要坚持持有 我讲了这么多 你可以不听 但是下面这几句话 我认为你应该认真听 这是我个人的真正体会 中国股市二十多年的不长历史 已经证明两个清晰的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 中国股市中优秀企业的股权 是我们个人家庭 最值得配置的最有价值的资产 第二个逻辑是 尽管我们中国股市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样那样的缺陷 甚至有时像个坏孩子 但是从五年八年十年的长周期来看 这个市场是十分公平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家优秀企业在市场上受过亏待 即一家优秀企业的长期回报 与他们的长期业绩正相关 所以最适合个人投资者的理念是 用自己闲置的资金 尽可能多的买入自己能够看得懂的 喜爱的 有着共同价值观的 优秀且被低估的企业的股票 而且一旦拥有了就要以年为时间单位持有 耐心的陪伴企业长久的经营 进一步讲 此时我们的投资不再是在悬崖边上舞蹈 不再是红着眼薄纱 不再是虎口夺食 刀口添血 相反 它是对优秀企业商业模式的寻找与洞悉 是对优秀企业家的欣赏 是与优秀企业的所有者共赢 我们还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沐浴春风 欣赏秋月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书籍已播完 感谢收听